竟然有应召集团为了要讨好日本客人 就把应召站取名字叫做顶泰峰 还把旗下女郎的外貌 以宾示车分成三等级 可恶的是这嫌犯为了担心应召女来台之后落跑 竟然是暴力殴打 未毒控制 让正牌卖汤包的顶泰峰知情之后感到十分无奈 一群身材娇好长相甜美的小姐 坐在椅子上有说有笑 随后来了一名开着车的男子 她不是小姐的男朋友 而是负责载送小姐到大台北地区 从事卖淫工作的马夫 应召集团为了迎合日本客户的喜好 招揽庞大生意 竟然取名为顶泰峰 还将旗下的应召女郎依照身材长相 以宾示车分三等级提供票客挑选 这么明目张胆的行为 原来主贤叫应召站设计在内地 远乱邀控在台湾的应召站 还将卖淫触角伸向台北各大饭店 对此真正的顶泰峰业者感到相当无奈 跟我们顶泰峰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觉得 非法行业用我们肯定要去揽客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幸好移民署与内定公安合作 挖解全台最大的卖淫集团 已经将主贤及干部三人压介回台 救出百位无辜受骗的应召女郎 好